祝贺李春江提前迎来了四杯最强的三万元阵容 杨明主教练以及杜峰主教练都要跟着倡斗了 王哲宁也终于等到了他的总冠军奖杯的争夺 那么上海队能否重新迎来崛起 来到总决赛并且拿到四杯的总冠军呢 提到这里欢迎大家给咱们的视频查一下点赞 感谢大家 我们共同和大家分析到 要说本个赛季最有机会争夺总冠军的球队 相信大家肯定会想到现在实力非常强悍的辽宁队 另外还包括了浙江队 还有现在非常出色 并且成为了最强的冠军黑马战队 进步非常快速的上海队 提到上海队本个赛季打到现在 完完全全是从一支排名十几位的球队 来到了现在中拍位居然温居着前三名位置的战队 那么现在的上海队为何会进步这么快呢 提到这个问题相信大家一定都会想起一个核心的七冠王教头 李春江呢过去的比赛 那么他所率领的广东红预队呢 当年呢可以说呢是不可一世的 那真的是所向披靡 没有对手 广东红预队呢当时就是在李春江的率领之下 拿到了七个冠军了七冠王的冠军教头李春江他的名声早就打响了整个 四杯的所以说呢整个联盟当中没有人不认识李春江的那么直到如今李春江他可以说把上海队这一支呢在四杯的队伍当中原本呢排名排在第十二名开外的也就是呢进入到季后赛得非常困难的一支球队 带到了现在来到了四杯排名第三名的位置的 并且呢本个赛季当中啊上海队呢不出意外的话是可以稳稳锁定前四名的位置 也就是呢在季后赛当中啊可以非常保稳的去争夺四杯的总冠军 目前来看呢上海队层面呢也迎来了非常重磅的好消息 也就是呢如今作为整个四杯联盟呢最强大的三外援阵容 包括了现在的上海队其实是具备了富朗克林 大家都非常了解富朗克林呢说得上是四杯队伍当中数一数二的大外援 另外呢还包括了冯来冯来他也是成功到达了上海队 那么冯来加上富朗克林原本双外援已经非常出色了 然而知道如今啊根据目前的消息了解到上海队的第三外援 也就是呢弗雷戴特他将会提前回归到球队的 说白了弗雷戴特作为上海队的第三外援 那么他一旦提前回归到上海队 他就可以加入到上海队接下来的比赛了 上海队呢将会形成很重磅的三外援阵容 要说上海队的三外援阵容到底处在四杯的一个什么样水平呢 其实咱们可以对比一下其他的战队你就知道了 上海队要说三外援的阵容啊 当当是从技术打法总体的水平来看 完完全全称得上是整个四杯联盟当中啊 数一数二的战队的 其中呢提到外援 大家都会想到广东红颖队 辽宁队已经呢包括了北京手钢等战队的 但是咱们可以对比一下 现在的广东红颖队呢 大外援是威姆斯 马上布鲁克斯呢还没有复出 因为受到了左脚跟剑断裂的影响了 另外呢辽宁队包括了莫朗德大前锋 包括了福格作为后卫线的外援 但是呢双外援的阵容 你要说从总体的实力对比来看 是比不上富朗克林逢来 外加上了弗雷代特了 确实啊从能力跟技术打法来看 得分能力来看 上海队的三外援要更加的强悍 这是明确的分不开的 另外呢还有北京手钢队 双外援呢是吉布森 外加上林苏豪 林苏豪他最近的状态呢 你要说总体的打法 那确实呢是让人呢 有点起伏不定的 林苏豪呢发挥好的时候呢 能够正常拿到二十几分 但状态不好的时候 甚至呢当场比赛 只能怒扛两分的数据而已 所以说呢北京手钢队也好 辽宁队也好 还有呢广东红队也好 你要说总体的外援阵容 以及呢其他的四倍战队呢 那么在外援这个角度来看 上海队目前的三外援 称得上是联盟当中最出色的 那么另外对于王哲林来说 本个赛季非常的幸运 毕竟呢王哲林加盟到了上海队 那么本个赛季当中 很可能会去争夺拿到四倍的总冠军 毕竟拥有着三外援 拥有着李春江主教练的带队 另外呢还有可兰白克 以及呢作为上海队非常出色的 郭浩文本人 那么现在来看 王哲林真的很有可能的去躺撞 以及发挥出全部的实力 拿到本个赛季当中的第一座 他的个人生涯 四倍的总冠军 那么大家是否支持和看好 上海队最强的三外援 以及王哲林李春江 能够顺利的帅队独冠呢 欢迎做出你的点评 也欢迎大家给咱们的视频 参加点赞关注 感谢大家 咱们下期呢继续跟进探讨 下期